第1381章来自原路的大能 王家的五皇三重高手 凝聚出一只巨大的手掌 向着龙晨遮龙而去 想要将龙晨一把抓住 留下龙晨 此时 南神宫其他家族的一个五皇三重的强者赶到 也一掌抓出 向着龙晨抓去 两只巨大的手掌 同时抓住龙晨 掌力爆发 轰 可怕的掌力 落在龙晨身上 龙晨虽然现在太古龙像血脉异常 战力大增 但比起五皇三重 还是相差太远 太古龙像嘶吼 而后 崩溃开来 出现了龙晨的本体 此刻 龙晨极为虚弱 他的眼中 露出了强烈的不甘 讲他一带天骄 却落到任人摆弄的下场 如何能甘心 远处 路明目光闪烁 思索着救人的可能性 最后 路明摇头 没有轻易出手 这里的强者太多了 五皇四重的强者 多达十几个 他若出手 就算出其不意 能夺下龙晨 也逃不出十几个 五皇四重强者的追捕 到时 人就不了 连自己 都要搭进去 带走龙晨 其他强者 纷纷向着龙晨扑了过来 最多的是 北神宫的强者 他们只要带走龙晨 就可以突围而去 秋想 南神宫的强者 岂会轻易放弃 也向着龙晨扑去 龙晨 处于暴风雨的中心 仿佛随时都会被暴风雨撕裂 翁 就在这时 高空之中 有一股奇异的波动弥漫而出 这股波动 并没有多么强烈 但一出现 就将整个南神宫都笼罩进去 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 正在大战的南神宫 北神宫所有人 所有强者 包括五皇四重的强者 一下子好像被定住了 就那么定在了空中 不仅如此 路鸣他们 整个南神宫的人 都好像被定住了 一动也不能动 时空 仿佛在这一刻禁止了 这时 路鸣心里惊骇无比 他感觉 四周的空间 化为了实质 将他团团裹住 让他的身体 一动也不能动 就连是海中的精神之火 都好像凝固了 其他人 和路鸣差不多 眼神中 流露出惊恐 不可思议 哈哈哈哈 没想到 在这区区蛮荒小岛 居然碰到了如此一味良才 高空之中 传来一声大笑 一个身材魁梧 壮硕如相的老者 悠闲地踏空而来 走到龙尘身前 一双小眼睛 滴溜溜地打亮着龙尘 居然觉醒了太古龙像血脉 正是合作我神像宗的传人 在这个蛮荒小岛 真是浪费了天赋 魁梧老者伸手一抓 一股力量涌入到龙尘体内 一下子 龙尘身上所有的伤势 都恢复过来 而龙尘 也恢复了自由 龙尘震惊地看着被定在空中 一动不能动的所有强者 眼中 尽是惊骇之色 这一切 明显出自这个魁梧老者之手 完全没有看到 这老者怎么动手的 就把这么多强者定在空中 甚至整个男神宫无数人定住 这种手段 简直闻所未闻 匪一所思 饺子 我乃圆路神像宗太上长老 怎么样 拜我为师吧 你的血脉 只有在我神像宗 才能发挥到极致 魁梧老者开口道 圆路神像宗 龙尘心里一震 然后毫无犹豫 跪拜而下 道 弟子龙尘 拜见师尊 这明显是一个盖世无敌的人物 此时不拜师 更拜何时 至于龙神谷 龙尘也听说了 似乎被灭了 哈哈 好 起来吧 魁梧老者大喜 仰天大笑 长须飘扬 过了半想 道 徒二 走 根为师 回原路吧 言霸 也没等龙尘答应 一挥手 带着龙尘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者一走 那种压力 就消失了 众人一下子恢复了行动能力 抓 抓 众人一恢复行动 南神宫和北神宫两方 就各自汇聚在一起 然后面面相去 很显然 那个魁梧老者 是来自原路的无上大能 实力强大的不可思议 而且 他们目标 龙尘 已经被这个老者带走 还收其为徒弟 他们可谓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龙尘走了 他们自然也没必要再打下去 王胜 滚去北神宫吧 有人冷喝 王胜脸色难看 这一次 损失最大的 就是王胜 就是王家 现在 王家和南神宫已经撕破脸皮 只能搬迁到北神宫去 本来 如果这一次北神宫能够夺取龙尘 以混员令牌进入神须 那得到的宝物 就会有他王家一份 那还能弥补过来 但现在 龙尘没拿下 他们要搬迁到北神宫去 那损失就大了 王家毕竟在南神宫经营了无数年 为十大家族之一 而搬迁到北神宫 不可能进入北神宫的权力中心 损失的利益 是无法想象的 王胜郁闷的想要吐血 路鸣 一定要拿下那个路鸣 这样才能弥补我的损失 王胜眼中闪过争鸣之色 之后 北神宫的人离去 一场大战结束 人群中 路鸣无声无息的退走了 这一次的事情 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龙尘被原路大宗的人 升为弟子 也算是一场大造化 一日后 路鸣赐身与主身会合 很快 龙尘被原路大宗的无上大能生为弟子 离开了神戌大陆群一世 传得沸沸扬扬 龙尘离开 剩下的人 自然而然的 就把目标对准了路鸣 现在 只剩下路鸣有婚元令牌了 东南西北 四大神宫 还有其他大陆的强者 一起加入对路鸣的搜捕 各种手段 层出不穷 即便路鸣有患悉数 也差点被找出来 还有一次 路鸣出现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被一群强者围攻 大战一场 才冲出重围 一片充满魔气的地狱 路鸣现身 与泻面亲会合 路鸣 再过数月 就会有 原路大宗的强者来接我们 虽然龙神谷被灭了 但你可以和我一起 前往天羽魔宗 量神虚大陆群的人 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借念亲建议道 路鸣摇了摇头 道 虽然这样 我是可自保安全 但我毕竟没有加入 原路大宗 对神虚大陆群的人 没有威慑力 我离开后 有些人说不定会对神荒大陆动手 路鸣 那你打算怎么办 借念亲问 眉头紧皱 第1382章大局部下 杀 路鸣眼眸中 闪现出冷光 杀 只有杀 在我离开之前 杀的所有人胆寒 最好 能将五皇三重以上的皇者 尽数斩杀 这样 才可保神荒大陆无虑 这样 我才能安心前往原路 路鸣眼中 杀鸡越来越冷 最后闪现出疯狂之色 杀 路鸣要杀进神虚大陆群 五皇三重以上的强者 这种话 要是被别人听到 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疯子 整个神虚大陆群 高手如云 五皇四重的强者 都不在少数 凭路鸣的修为 怎么杀 就连谢念亲 都被路鸣的话震惊了 现在 我不是五皇四重的对手 所以这段时间 我需要闭关修炼 还有 到十名炼刺身 事先布下绝杀大阵 未必没有机会 路鸣道 他决定一搏 以他现在的战力 即便主身刺身联手 也不是一个五皇四重的对手 他需要增强实力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他的纯灵体 已经有九成火候 距离十成圆满火候 只差一线 只要纯灵体达到圆满 威力还会提升 同时 路鸣最强的杀招 就是混沌翻天印 这段时间 路鸣已经把五种意境武技 都修炼到第六个最高层次 现在 路鸣已经开始修炼 混沌翻天印 只要把混沌翻天印 修炼成功 威力将极其惊人 到时 此身提前布置好绝杀大阵 准备妥当 未必不能击杀五皇四重的强者 借念卿知道路鸣形势果断 既然已经决定 就必定会去做 他没有多说 只是安安决定 要加强修为 提升实力 好早日能够帮到路鸣 现在 距离与原路大宗两年之约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之后 路鸣的主身 进入山河图中 山河图由谢念卿收起 转身进入魔器明暗之地 而明念此身 却离开了这里 之后的日子 明念此身偶尔会现身 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但都是一现身 就消失无踪 隐藏身份 在一处隐秘之地 明刻明文 明刻绝杀大阵 而主身 则一直苦修 时间 一天天过去了 在闭关的第二个月 谢念轻修为突破 达到了至尊级别 谢念轻修为突破 没有多久 淡淡和泡泡 先后醒来 而且淡淡和泡泡一醒来 展露的气息 惊人无比 都是黄者静的气息 这让露鸣大喜 淡淡和泡泡 可是货真价实的石墙战兽 战力极度可怕 虽然刚刚突破黄者 但是战力 难以揣夺 淡淡听到 有五黄四重的强者追杀陆明 更是扬言要一巴掌拍死对方 口气大的不行 陆明不信 与淡淡对战了一场 却发现 压根不是这祸的对手 哈哈 陆明 以后看你还怎么在本作面前嚣张 以后 还是乖乖听本作的吧 淡淡得意洋洋 背负一双前爪 扯高气扬 碰 下一刻 他直接被泡泡一腿蹬翻 在地上滚了几十圈 你 小步点 你敢对我出手 淡淡嚣张不过三秒 从地上爬起来 目视泡泡 啾啾 泡泡站在陆明肩膀 一双污溜溜的眼睛看着淡淡 鼻尖的泡泡一大一小 好像对淡淡说 有本事 你来啊 淡淡气得鼻孔生烟 但泡泡可是时空灵鼠 掌控时空 他对泡泡 还真无可奈何 啾啾 泡泡叫着 卷缩着身体 在陆明肩膀上滚来滚去 唉 看来以后的灵药 应该全部给泡泡吃 真乖 陆明嘴里嘀咕 淡淡立刻咽了 露出谄媚的笑容 叫道 陆明 别啊 本作 不 我刚才和你开玩笑呢 陆明没有理会淡淡 望向远方 眼中闪过一缕杀鸡 那这一次 就玩大一点 淡淡的战力 在他之上 绝对不会比五黄四重弱 甚至更强 加上泡泡时空意境 不 现在应该说是时空领域的奇妙 陆明打算 玩一把大的 之后 继续修炼 在距离原路大宗使者前来 还有半个月的时候 陆明终于把混沌领悟5技 混沌翻天印修炼成功 该动手了 陆明目光一冷 随后 陆明和谢念青一起 离开了这片区域 来到了一座无垠的大湖上 之前 明练刺身案中 就在这座大湖附近 鸣客绝沙大阵 花费了数月时间 终于完成 这是一座传承于天玄圣者的沙阵 威力强的恐怖 以明练刺身的修为 前后花费数月才明练完成 可见其威力 该把消息散播出去了 陆明低雨 接着 明练刺身踏空离去 不久之后 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在神须大陆传开 有人发现了陆明暗中闭关之地 陆明暗中都在那一个地方闭关 这一条消息一出 神须大陆沸腾 走 捉拿陆明 这一次 绝不能让他跑了 将那一方天地 封住 一个个强者开口 南神宫 北神宫 东神宫 西神宫 还有雪阳大陆这样排名第二的大陆 排名第三的大陆等等 无数强者 向着陆明所在的大湖汇聚 陆明 盘膝坐于湖面上 这时 忽然睁开了双眼 来了吗 陆明目光一闪 呲啦 呲啦 次周 空间不断裂开 一道道身影 从空间中跨步而出 同时 一道道恐怖气息 弥漫开来 强者 全部都是强者 最差的 都是武皇强者 足足有500人以上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超过500以上的皇者 次大神宫 全部来了 还有其他大陆的一些强者 陆明的四面八方 全是人 空间仿佛凝固了 陆明 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逃走 陆明 看你往哪里跑 北边 有一人开口 却是王胜 谁说我要跑了 陆明起身 立于湖水上 冷漠的打量四周 谁需大陆群 大部分武皇三重的强者 都到齐了吧 不跑了 嘿嘿 看来是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王胜冷笑 呵呵 陆明冷笑一声 直接无视王胜 目光扫视 声音传出 道 你们前来 无非是想要混元令牌 进入神须当中 获得宝物而已 我可以告诉你们 神须核心 的确宝物无数 第1383章 而等都是废物 神须核心 的确宝物无数 陆明此言 让所有人的眼睛 都亮了起来 心动不已 这里所有人 只有陆明 进入过神须核心 也只有他能有发言权 我之所以修为进展这么快 就是在神须核心 得到了无上宝物 陆明继续开口 让所有人的心 灯火热起来 是啊 陆明 本来不过是区区 神荒大陆的一个青年而已 却能力压群雄 站在神须大陆群 年轻一辈的巅峰 如今更是惊人 杀武皇 如砍瓜切菜一般 这太不可思议了 所有人都将这一切 归功到神须核心 肯定是的 肯定是陆明在神须核心 得到了宝物 才有这样的成绩 混元领牌 所有人都盯着陆明 恨不得将陆明吃了 但一时间 并没有人出手 这里这么多人 次大神功汇聚 谁都想要混元领牌 彼此之间 都有所顾忌 混元领牌 该给谁呢 不如这样 我投降吧 加入你们其中一方 帮你们进入神须核心 陆明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开口道 次大神功的人 目光都是一亮 但马上 所有人都彼此戒备起来 陆明若是真的加入了 其中一方 肯定会遭到其他三方的围攻 不要中了这小子的离间计 他是挑拨我们先动手 一声大喝响起 陆明望去 发现开口的是男神功正海大帅 海鹏天 海鹏天满脸怨恨的看着陆明 不错 他这是想让我们大战 他好找机会脱身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这些人 都是活了数千年 甚至上万年的老怪物的 心思何等敏锐 岂能不知道陆明的想法 我提议 先将陆明拿下 废了他的修为 然后由四大神功共同掌管 反正 四大神功附近 都有神须 我们轮流使用陆明 进入神须探索 不就可以了 王胜开口 提出了建议 我看可以 我赞成 其他人 也纷纷开口 达成了协议 哼 陆明 你这点小计谋 在我们面前根本无用 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这就是你的命运 海鹏天冷笑 是吗 离间计不成 陆明脸上依然平静 偏了海鹏天一眼 道 那你出手啊 来拿我啊 你 见陆明一服笃定的模样 海鹏天差点出手 但关键时刻 他忍住了 这个小子 诡计多端 他这么淡定 说不定此地有诈 这个小子有一个分身 擅长明恋之道 说不定在此步下了绝杀大阵 海鹏天冷静下来 分析道 不错 这一点 不可不防 另外一个五皇四重的强者开口 怎么 不敢出手了 真是废物一个 胆小如鼠 陆明冷笑 让海鹏天 还有其他一些四大神功的霸主人物 脸色有些难看 他们还真怕陆明在此步下的绝杀大阵 陆明本身的实力 强的惊人 能杀五皇三重 这本来就很诡异 他们怕的是 陆明从神须核心 得到什么宝物 不置在大阵之中 谁先出手 恐怕会有危险 但 他们又不能一起出手 将陆明轰杀 混元令牌 已经和陆明融合 杀了陆明 他们也得不到混元令牌 只能拿下陆明 或者废了陆明的修为 才可以 这样一来 他们动手 就有所顾忌 还不出手 成为一方霸主 全部都是废物 陆明嚣张的不行 一点都没有担忧之心 这让众人更加笃定 陆明在此刻下了大阵 有没有大阵 派人一世便知 一个霸主及人物开口 在神须大陆 能称得上霸主及人物的 只有五皇四重的存在 不错 派人一世 另外的霸主及人物开口 但派谁呢 众人目光闪烁起来 谁都不愿意上前一世 若是陆明真在那里布下的绝杀大阵 上前试探之人 多半危险 这让四大神功 谁也不愿意派人先上 这些小大陆之人 跟随而来 总要出点力巴 有人悠悠开口 那些其他大陆的强者 脸色狂变 刷 刷 真行闪动 四大神功 各有霸主人物出现在 其他大陆强者身边 冷漠的眼神 让其他大陆那些强者心里发寒 你们要干什么 其他大陆有人大喝 干什么 你们想在这里 浑水摸鱼 总要出点力 上去 拿下那个小子 有霸主人物冷漠开口 你们太霸道了吧 有人不甘 废话 上去 不上 我现在救灭了你们 包括你们的大陆 霸主人物呵斥 霸道无比 最后 其他大陆 除了排名第二雪阳大陆的人 其他大陆的高手 无奈上前 足足有数十人之多 都是五皇二重 五皇三重的修为 这些人 被逼迫 慢慢靠近陆明 陆明 快束手就擒 一个五皇三重的高手呵斥 废话 要动手 就快点动手 别叽叽歪歪 陆明反呵斥 你 我们一起出手 好 一起出手 最后 几十个五皇二重 五皇三重的强者 一起向着陆明冲去 杀 陆明猛然爆合一声 体内龙银响起 第三雪脉浮现 龙蚊剑出现在手中 踏步而出 一剑斩出 碰 碰 剑光 破灭了重重攻击 将三个五皇二重巅峰的强者斩杀 顺势一腿扫出 一个五皇三重的强者浑身大震 被陆明震飞了出去 杀 陆明手持战剑 如入无人之境 纵横杀伐 龙蚊剑斩过 五皇二重 根本不能抵挡 都是被一剑斩杀 唯有五皇三重 才能抵挡几下 后 突然 九龙血脉浮现而出 陆明化身九龙 混沌领域覆盖 九龙龙爪不停抓出 生生将一个五皇三重的强者撕裂 其他人到稀凉器 惊恐的后退 几十人出手 几个呼吸 就被陆明杀了十余人 根本对陆明产生不了威胁 这个小子 战力又提升了 海鹏天心里转过一道念头 这里的霸主人物 只有他曾经和陆明交过手 第1384章大战海鹏天 他发现 陆明的战力 比起以前 又有所提升 事实上 的确如此 现在 陆明的纯灵体 已经修炼到圆满 并且 混沌领域雏形 越来越大 火候越来越深 他主身的战力 比起之前 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 现在 陆明主身的战力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 一个再也难以提升的巅峰 次大神功的那些霸主人物 脸色有些难看 派这些人下场 根本试探不出陆明的虚实 想要试探出虚实 唯有出动五皇四重的人物 但 现场五皇四重的霸主 谁愿意冒险 我来出手吧 过了半想 海鹏天开口 他与陆明 愁身四海 恨不得将陆明碎尸万段 碰 碰 海鹏天踏步而出 一身五皇四重的强大气息 全部绽放 同时 他后背 一对金色翅膀出现 锋利之气 将空间切割开一条条裂缝 海鹏天 也好 今日就送你去陪你两个儿子和你二弟 九龙中 传出露鸣的声音 小杂种 我会先废了你的修为 让你生不如死 海鹏天开口 背后双翅一扇 他的身形 就消失了 向着陆明扑杀而来 痴痴 一对金色的翅膀 如两把锋利无比的刀锋 斩向九龙 刷 陆明以临时操控龙文件 鱼挡住了一道锋芒 同时九龙踏步 连续轰向另外一道锋芒 当 轰 鸡身轰鸣 九龙身体大震 在虚空连踩 连连后退 杀 海鹏天冷喝 继续向着陆明杀来 一道道锋芒 向着陆明倾泻而去 陆明竭力抵挡 但依然落在下风 完全不敌 九龙的身体上 布满了一道道裂痕 五黄四重 比五黄三重强了太多 陆明根本不是对手 刷 突然 九龙身上 冲出一道身影 宁念刺身 宁念刺身一挥手 五把黄雨飞溅 洞穿虚空 向着海鹏天杀去 同时 万阵突飞出 无尽大阵 向着海鹏天笼罩而去 当 当 海鹏天金色的翅膀挥舞 将五把黄雨飞溅击飞 并且将一大片阵法扫灭 九龙幕后 配合明恋刺身 向着海鹏天杀到 两人展开大战 一时间 陆明虽然依然落在下风 但主身刺身配合 天衣无缝 总算能勉强抵挡 这个陆明 当真是天纵奇才 即便为敌 一个霸主人物也不得不感叹 不错 这个小子 修炼的不知道是什么秘术 分身居然是纯粹的名练师 而且还达到了皇者境界 不可思议 难道是一种强大的傀儡术 众多霸主人物开口 以他们的见识 自然不可能知道双生秘术 这种秘术的 纷纷猜测 此人既然已经得罪 绝对不能留 至少要废掉他的修为 不惜任何代价 王胜开口 他的心 有些发凉 陆明的天赋太恐怖了 若是让陆明逃走 将来成长起来 就是他们的噩梦 其他霸主人物 纷纷点头 转眼 陆明与海彭天大战了几十招 好彭天 你就这点手段吗 如何为你儿子报仇 一边激战 陆明一边冷嘲热讽 该死 海彭天心里怒吼 心里震惊不已 他已经竭尽全力了 但依然拿不下陆明 他的修为 虽然只是五皇四重前期 站立在五皇四重中 算弱的 但要击杀五皇三重的人物 也是不难 可现在 却迟迟拿不下一个年轻后背 他的心 有些焦躁起来 就是现在 陆明眼睛突然一亮 九龙血脉忽然崩溃 露出陆明的本体 混沌翻天印 陆明双手 急速掐动印绝 空 天空之中 一个巨大的巨印形成 如繁尖帝皇使用的玉玺 却大如山月 其上 有混沌之光弥漫 这就是混沌翻天印 混沌翻天印 从天而降 向着海鹏天 镇压而去 其恐怖的威力 让海鹏天脸色大变 挡住 海鹏天大喝一声 背后一对金色的翅膀 急速振动 形成无穷锋利之气 向着混沌翻天印轰去 轰 终于 混沌翻天印 与海鹏天的攻击轰在一起 这一刻 海鹏天脸色狂变一下 他发出的攻击 在不断的炸裂 不断的消失 混沌翻天印 如太古的一座神山 镇压一切 轰 最后 海鹏天的攻击被击溃 混沌翻天印 轰击在海鹏天身上 海鹏天身体狂震 惨叫一声 身体向着下方落去 口中鲜血狂喷 与混沌翻天印正面交手 海鹏天不敌 遭到重创 杀 这个时候 明炼此身抓住机会 杀向海鹏天 万阵图像着海鹏天覆盖而去 同时 五把黄羽飞剑 洞穿向海鹏天的五个要害 海鹏天奋力抵挡 但他刚被混沌翻天印击中 气心未平 浑身像是撕裂了一般痛疼 根本发挥不出多少战力 他奋力抵挡 身上依然被两把黄羽飞剑刺穿 差点将他身体切割开来 给我破 最后 一道刺眼的金光绽放 海鹏天的一只翅膀 暴碎开来 形成可怕的风暴 撕开了明炼此身的封锁 冲了出去 飞到了男神工人群中 又连续喷出几口鲜血 脸色苍白如指 人群到稀凉气 一个五黄四重的霸主人物 差点被陆鸣斩杀了 实在太过惊人 可惜陆鸣暗叹 他的战力终究还有不足 刚才突然使用出混沌翻天印 都没能击杀海鹏天 若是海鹏天下次注意一些 就更难杀了 他的实力 比起五黄四重 还是有些不足 骄号的真元 还真是恐怖啊 陆鸣感叹 大堆的原石出现 陆鸣施展九龙血脉 吞噬原石 炼化起来 刚才一招混沌翻天印 足足消耗了陆鸣 接近五成的真元 也就是 以陆鸣的真元 只能发出两招混沌翻天印 真元就会耗尽 现在怎么办 有霸主人物开口 连海彭天出手 都没有试探出陆鸣 到底有没有在此布下绝杀大阵 接下来 该又如何 我们多派几人出手 就能试探出来了 有人提议 第1385章沐浴黄雪 不错 我提议 我们四大神宫 各派一个五黄四重的强者 四人联手 这样定能试探出这小子的深浅 若是这小子没有在此布置绝杀大阵 正好将他一举拿下 北神宫一个白发老者开口 此人 乃是北神宫的公主 修为达到了五黄四重巅峰 实力滔天 好 就这么办 其他人纷纷点头赞成 接下来 就是推举人选了 很快 四大神宫 各推选出一个五黄四重的强者 北神宫 王胜刚投降过去 地位最低 毫无疑问 北神宫让他出手 这让他脸色有些难看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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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方向 四个霸主人物 如四尊天神一般 一起向着陆明压迫而去 陆明 不管你有什么手段 今日 结果都已经注定 王胜冷笑 一步一步 气息越来越强 浑身 被乳白色的圣光覆盖 自人之中 以他最强 他原本是男神宫十大家族组长之一 并且 在男神宫十大家族组长中 能排进前三 一身胸围 几乎达到了五皇四重巅峰 陆明主身与刺身站在一起 以混沌领域雏形覆盖全身 抵挡外界的压力 空 四大强者的压力压下 下方湖水翻涌 将近十万里内的湖水 一下子被蒸发了 露出干涸的湖底 出手 猛然 王胜抱贺一声 率先动手了 其他三大强者 也向着陆明杀去 泡泡 此时 陆明轻贺一声 然后 泡泡出现在陆明的肩膀上 揪揪一叫 小爪子向前一挥 在王胜四人身上 突然分别出现了一个透明泡泡 将四人笼罩进去 四人 就这么定在了空中 一动不能动 四人 被封在泡泡中 眼中露出了惊骇欲绝的表情 杀 陆明主身 手持龙文剑 向着其中一人杀去 战剑斩过 此人被斩为两半 灵神也在剑气中 被绞成粉碎 一个五皇四重的霸主 就这么被击杀 怎么会 此周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而陆明 又杀向了第二人 扑呲 绝光四剑 第二个霸主人物 被陆明斩杀 接着 陆明杀向第三人 王胜 啊啊啊 怎么回事 给我破 破啊 王胜疯狂的大吼 使出了全部的力量 想要轰开透明泡泡 在陆明即将临近他的时候 他终于破开了透明泡泡 但让他绝望的是 他刚破开这个透明泡泡 又一个透明泡泡 凭空出现 将他笼罩进去 这透明泡泡 出现的没有任何征兆 没有任何波动 根本无法躲避 不 不 不要 王胜心里疯狂的怒吼 疯狂挣扎 但 陆明已经杀到 秋 战剑斩下 将王胜批为两半 形神俱灭 斩杀王胜 陆明看也不看 杀向第四人 怎么回事 那是时空领域 是时空领域 是那只宠物 是那只宠物发出的 此人是一个妖孽 妖孽 我们一起出手 杀了他 宁愿不要混元令牌 陆明连杀三大霸主人物 让四方神功的那些强者 彻底胆寒了 也彻底疯狂了 陆明 太危险了 今日不杀了他 之后 死的就是他们 出手 全部出手 杀 四方神功 数百强者 这一刻 全部出手了 几百道攻击 规聚在一起 向着陆明轰杀而去 这种攻击 太恐怖了 天地为之震颤 陆明的瞳孔 也急速缩了起来 不用怀疑 若是被击中 陆明定然会 灰飞烟灭 没有一点活下来的可能 啾啾 泡泡身体发光 小爪对着虚空一抓 一条时空通道出现 陆明毫不迟疑 冲进了时空通道之中 空 陆明刚一冲进时空通道中 那道攻击就落了下来 击中了地面上 下方 那方圆数十万里的湖泊 瞬间烟灭 空隆隆 方圆数十万里的大地 在剧烈的震动 无数条巨大的裂缝 如中网一般布满了整片大地上 在攻击的中心 出现了一个方圆数万里的剧洞 深不可测 空 下一刻 从剧洞之中 冲出了火红色的岩浆 冲上数千里高空 毫无疑问 大地被击穿了 方圆数十万里 如末日一般 死了不知道多少生灵 数万里外 空间波动 陆明的身形出现 陆明没有死 他在那里 杀了他 抓 抓 抓 一个个强者 看到陆明 直接杀向他 一道道绚烂的红光 划破苍穹 向着陆明杀去 要杀 今日就杀个痛快 顶封珠的力量涌入陆明体内 陆明施展风元术 身形急速晃动 避开一道道攻击 杀入人群中 啾啾 泡泡叫着 手当其冲 是一个武皇四重的强者 被泡泡笼罩进透明泡泡中 一动不能动 扑 陆明一冲而过 将此人斩杀 扑 扑 接着 陆明冲过 连杀几个武皇 陆明浑身沐浴黄雪 如一尊无敌的杀神 互相支援 谁被那种泡泡困住 就互相支援 有人大吼 接着 有人被泡泡困住 其他强者 迅速支援 让陆明无从下手 他这招没用了 杀 陆明今日必死 众人大吼 从四面八方 杀向陆明 该本座出手了 蛋蛋出现 飞了出去 陡然 一只巨大的龟壳 出现在空中 许多攻击落在巨大的龟壳上 全部被龟壳荡了下来 抓 抓 泡泡嘴巴一张 吐出几道锋芒 这种锋芒 如锋刃一般 却比锋刃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乃是空间与时间的凝聚 扑 一个五黄四重的强者 直接被锋芒斩杀 我来 蛋蛋大叫 身体急剧变大 一巴掌拍出 将一个五黄四重的强者 活活拍死 蛋蛋和泡泡 突破黄者后 展露出可怕的战力 连五黄四重 都能够击杀 这让四方强者 吓得心里发寒 不过 四周的强者太多了 蛋蛋和泡泡 虽然各自击杀了一人 但也被多到攻击轰中 飞了出去 第1386章致命一击 窝巢 人太多了 蛋蛋又连杀两个五黄三重的高手 飞回到陆明肩膀上 啾啾 泡泡无声无息的出现在陆明另一边肩膀 走 陆明施展风圆树 转身就走 杀 不要让他跑了 剑场的高手 已经杀了红了眼 向着陆明杀去 几百道七彩多姿的红光 击穿了虚空 向着陆明淹没而去 关键时刻 泡泡打开虚空通道 陆明冲进虚空通道 出现在万里之外 躲过了一击 不要停 继续追杀他 他的宠物 就算在逆天也不可能连续施展那种手段 会耗尽能量 他逃不掉 有霸主人物先后开口 号召众人 杀向陆明 今日 务必要击杀陆明 不然 如果让陆明逃走 他们这些强者 不可能天天聚集在一起 他们要分开的 一旦分开 面对陆明的袭击 更加危险 所以 今日一定要斩草除根 他们死死咬住陆明 追击而去 陆明向着前面 急速飞行 足足飞行了百万里之后 陆明突然停了下来 转身望向后面追来的高手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眼看 那些高手慢慢临近了 明炼刺身出现 眉心精神之火跳跃 大鹤一声 起 嗡嗡 居空之中 无尽明文浮现 一座庞大的大阵 自天空中浮现 这座大阵 覆盖方圆三万里 将所有人 都笼罩进去 这才是陆明的杀招 陆明的绝杀大阵 并不是明刻在那座湖泊那里 而是这里 那座湖泊 只是诱饵而已 包括他自己 都是诱饵 他早就知道 四方神功那些强者 不会轻易上当 之前的一切 都是为了此刻 把这些人 引来这里 不好 上当了 这里有绝杀大阵 快冲出去 有人大吼 晚了 诸神剑阵 杀 明炼刺身 大吼一声 绝杀大阵中 出现无数道剑光 每一道剑光 都散发出 害人的气息 这是明炼刺身 花费数月之久不下的 威力强的可怕 秋 秋 秋 剑气纵横 杀伐而下 扑 扑 扑 五皇一重 五皇二重 五皇三重的 皇者 根本无法抵挡 剑光斩过 行神俱灭 唯有五皇四重 才能勉强抵挡 只是几分钟而已 虚空之中 只剩下几十个 五皇四重的 强者 这些人 几乎是神戌 大陆群最巅峰的 强者了 但这些强者 也在苦苦支撑 啊 一声凄力的惨叫 陆明看到 海鹏天被万剑穿心 陨落当场 他本来就受伤了 此时第一个陨落 海鹏天陨落之后 陆续的 一些战力偏弱的 霸主人物 也一一被击杀 人数 越来越少 陆明 放过我们 我愿意投靠你 我也愿意 饶命 有些人大吼 开始求饶 你们还是去死吧 我更愿意相信死人 陆明冷漠出生 大阵运转 无数见光 无穷无尽 陆续有人被杀 这些 可是神戌大陆群的 霸主人物 此时 却命如草芥 陨落在这片土地 几分钟之后 空中 只有五六人 还在苦苦支撑 这五六人 都是神戌大陆群 最巅峰的强者 每一个 距离五皇五重 都只有一步之遥 他们奋力冲击 但这座大阵 覆盖方圆三万里 见气无穷 他们根本冲不出去 陆明 你不得好死 最后几人 求饶不行 开始诅咒 扑 扑 但最后 纷纷力竭 在大阵中 一一被击杀 这一次前来 杀陆明的超过 五百的五皇强者 被陆明屠入一空 一个不胜 这种事情 在神戌大陆群 从未发生过 击杀最后一人后 陆明心神 彻底放松下来 常常呼出一口气 准备过去 将储物戒指收起 就在这时 陆明心里 猛然泛起一股危机感 这股危机感 让陆明浑身汗毛倒立 心里发寒 秋 就在这时 陆明身后 一道可怕的攻击 杀向陆明 快 太快了 快到极致 快到陆明 几乎做不出反应 几乎是下意识的 一种本能 心念移动 明炼刺身移动 挡在陆明身后 扑 那是一道剑光 直接从明炼刺身的胸口刺了进去 可怕的剑气 骤然爆发 明炼刺身的半边身体 直接炸裂开来 连脑袋 都炸裂掉半边 碰 明炼刺身远远的飞了出去 气息极其微弱 刺身遭到致命的危机 主身身体一震 一口鲜血喷出 但这一耽搁 也为陆明赢得了时间 顶峰珠的能量涌入 陆明施展峰元术 身形如一缕幻影一般 向着后方击退 陆明一退 那道攻击他的锋芒就近 急速向着陆明杀来 那是一道剑光 锋芒惊逝 刺杀一切 陆明从未见过如此锋芒的一剑 而这时 淡淡和泡泡 也反映过来 一块龟甲 挡在陆明前方 卡之一声 龟壳阻碍了一些剑光 但依然被剑光刺穿 而此时 泡泡打开了一条虚空通道 陆明身形没入虚空通道之中 出现在数万里之外 终于避过了致命一击 刷 见光阴闪 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个中年大汉 是你 见到此人 陆明瞳孔一缩 这个中年大汉 正是天神宗的那个中年大汉 当初和穆家家主 林公子一起 追杀陆明 后面在神须核心 被无头针龙骑士饥伤 狼狈退走 陆明本来以为对方早就返回原路了 没想到 对方不但没有返回原路 而且之前还隐服在一旁 在陆明最为松懈的时候 对陆明发动致命一击 若不是有次伸挡了这一击 陆明已经死了 不过 对方的状态很不对劲 他浑身弥漫着黑色的雾气 如一条条毒蛇一般 缠绕在天神宗大汉身上 让他看起来争鸣无比 气息也不稳定 相当于五皇六众 陆明心里估计 对方原本的修为 应该在五皇七重以上 但因为那种如毒蛇一般的雾气 修为下降到相当于五皇六众的地步 但五皇六众 依然远远超过陆明 第1387章幕后黑手 陆明 你的命 还真大 这样都让你躲过 不过这里距离神须 无比遥远 我看你怎么逃 天神宗大汉 双眼死死的丁卓陆明 充满了争鸣与冰冷的杀鸡 你没有回原路 陆明皱眉道 心神高度集中 对方说的没错 这里 距离神须太遥远了 他即便借助泡泡 打开时空通道 恐怕都躲不过对方的追杀 还没跑到神须中 就被对方追杀击杀了 陆明 陷入了危机的当中 还不是因为你 天神宗大汉 似乎被陆明这个问题 自导痛处 怒吼一声 证明的道 都是因为你 我身受诅咒之力 修为大将 如果以这个状态 乘坐超距离传送阵 虚空震动 诅咒之力 恐怕会更加深入骨髓 难以驱除 没有杀了你 我又岂能甘心 天神宗大汉 越说越是愤怒 杀鸡更冷 陆明心里了然 对方应该是被神须核心的 无头真龙骑士击伤 受到了诅咒之力 无头真龙骑士 本来不是生灵 而是无上强者 那不死的战役不散 形成的 每一招之间 都蕴含诅咒之力 会不断腐蚀人的身体 灵魂 天神宗大汉 就是受到了诅咒之力 才一直没有返回原路 如此看来 神戌大陆群 关于我有混员令牌一事 也是你传出去的 陆明目光一动 突然开口 这一件事 他一直觉得奇怪 若是男神宫的人搜魂龙臣 知道了他掌握混员令牌 肯定是男神公案中派强者去捉拿他 怎么会传得沸沸扬扬 现在看到天神宗大汉 陆明心里突然一动 想到了一种可能 很可能 是天神宗大汉推波助澜 传出去的 希望借助他人之手 击杀陆明 哈哈 不错 正是我 天神宗大汉大笑 一步踏出 便是百里 急速向着陆明靠近 陆明击退 脑海中思索着对策 那龙神谷背面一事 也是假的 陆明继续开口 若是天神宗想借别人之手 除掉陆明 首先 就要让陆明的身份 没有威慑力 纪红尘说 是天神宗传来消息 说龙神谷背面了 很可能 也是这个天神宗大汉说的 他假传了消息 目的还是借助他人之人 除掉陆明 不错 天神宗大汉 冷冷开口 真是好算计啊 陆明感叹 从头到尾 都是因为天神宗大汉的算计 陆明才走到这一步 被整个神须大陆群追杀 可惜 天神宗大汉 还是低估了陆明 到最后 才不得不亲自出手 秋 天神宗大汉的速度越来越快 超过陆明一截 急速的临近陆明 陆明只能让泡泡打开时空通道 向着北方而去 数万里之外 陆明出现 秋 但是 天神宗大汉的速度快到极致 光影一闪 快速的向着陆明追来 两人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怎么办 陆明心念急转 对方太强了 陆明与对方 相差太多 任何的手段 在陆明绝对的力量面前 都显得苍白无力 况且 现在次身重伤垂死 他的实力 也大降 陆明 你逃吧 看你怎么逃 而且我告诉你 杀了你之后 我还会去神荒大陆 将神荒大陆覆灭 将神荒大陆的人 斩尽杀绝 天神宗大汉 阴冷的开口 让陆明杀鸡大胜 人命 在对方眼里 就是蝼蚁 今日 就算陆明侥幸逃走了 对方也会杀到神荒大陆去 神荒大陆 无人能幸免 这是一个疯子 淡淡 有没有办法 陆明向淡淡传音 陆明 我就知道 你小子又会打我的注意 我真是造孽啊 每次都要被你连累 淡淡长嘘短叹 到底有没有办法 陆明在问 此人被诅咒缠身 胸为大约 只有刚打五黄六众的样子 若是小不点全力和我配合 未必没有重创对方的机会 但是 我们要损失惨重啊 陆明 我告诉你 以后 你要赔偿我们 淡淡嘀嘀咕咕 然后又和泡泡 嘀咕了几句 啾啾 此刻 泡泡突然飞了出去 泡泡那乳白色的毛发上面 弥漫出一层雪光 似火焰一般熊熊燃烧起来 让泡泡的气息大大提升了一节 时空灵鼠 先拿下你 天神宗大汉 眼中闪过贪婪之色 手中长剑一挥 数十道剑光暴射而出 如一个牢笼一般 向着泡泡笼罩而去 泡泡两只小爪子对着虚空一抓 卡擦 卡擦 空间 剧烈的抖动起来 如一块块水晶一般分裂开来 最后形成一把把空间之剑 展向天神宗大汉 天神宗大汉脸色一变 不敢大意 剑势一变 横展而出 坑坑坑 足足有九把空间之剑 被天神宗大汉一剑展开 这时 蛋蛋也动手了 蛋蛋和泡泡一样 身上弥漫出血色的光芒 让气息提升了一节 路明知道 蛋蛋和泡泡 这时拼命了 燃烧了体内的精血之力 短时间内让实力提升 但后一阵也不小 蛋蛋的身体 变得比山岳还大 两只前爪 向着天神宗大汉拍去 拍下的过程中 蛋蛋手爪上 覆盖着一道道明文 组成可怕的沙阵 向着天神宗大汉震压而下 坑 两道剑光 绝世犀利 从天神宗大汉手中飞出 斩在蛋蛋的手爪上 蛋蛋手爪上的大阵 一阵颤抖 而后崩溃 蛋蛋的身体飞来出去 不过与此同时 天神宗大汉身体四周 突兀地出现了一个透明泡泡 将其笼罩进去 好机会 蛋蛋大叫一声 嘴巴一张 一团混沌雾气 向着天神宗大汉轰去 混沌雾气之中 如一个世界一般 山川大河 隐约可见 秋 秋 就在蛋蛋的攻击要降临的时候 那透明泡泡中 爆发出万道剑光 一举击溃了透明泡泡 剑光展在蛋蛋突出的世界虚影上 扑 蛋蛋突出的世界虚影 疯狂震动 最后消散开来 窝巢 给我杀 蛋蛋大吼 浑身发光 雪色的光芒刺眼 天底间 出现了九块巨大的龟壳 向着天神宗大汉震压而下 第1388章拼命了啊 蛋蛋燃烧惊血之力 实力大增 连连施展可怕的手段 泡泡也是如此 浑身雪光刺眼 啾啾叫着 他所立的地方 空间像是水波一样 不断的抖动 仿佛这片天地 他就是主宰 变化出可怕的杀法之术 但天神宗大汉的战力 强的可怕 与蛋蛋和泡泡 展开大战 浩强的战力 这种战力 不对劲 陆明脸色极为名众 天神宗大汉的战力 超出想象 天神宗大汉现在的修为 相当于五皇六众 但其战力 完全出乎陆明的预料 不像陆明想象中的五皇六众 而是要高出一大截 神戌大陆群 五皇四重的武者 陆明之前不止杀了一个 对这些五皇四重的战力 他非常清楚 神戌大陆群 五皇四重的强者战力虽强 但也有各谱 按照这些五皇四重武者的战力 大概可推断出 五皇六众的战力 但天神宗大汉的战力 比起陆明推断出来的 要强了很多 难道原路的五皇 战力比神戌大陆群的五皇要强很多 还是天神宗大汉 本身就是一个战斗天才 又或许是他原本境界更高的原因 陆明心理猜测 随后 陆明身形移动 出现在刺身身边 气息一感应 陆明眉头一皱 刺身受创太重了 半边身体 全部炸裂 只剩下半边身体 还好 刺身中 陆明当初分裂出来的灵魂 损伤不是很重 不然刺身就等于直接陨落了 不过情况也不容乐光 刺身恐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修养 才能恢复过来 这段时间 刺身是帮不了陆明的忙了 一挥手 将刺身收进山河图中 然后真元凝炼成丝带 将那些皇者的储物戒指 全部摄取过来 收了起来 空 空 空 淡淡与泡泡 和天神宗大汉的大战 已经白热化 骂得本作和你拼了 淡淡在空中大呼小叫 左蹦又跳 各种攻击 层出不穷 什么名恋之道的 武道的 样样俱全 而时空灵鼠 就要简单很多 以时空领域对敌 但威力 却极为骇然 天神宗大汉对泡泡的时空领域 极为忌惮 因为一个不慎 就会被时空领域定住 不得不说 淡淡和泡泡 实力确实强大 只是刚刚突破 黄者不久而已 两人合力 施展拼命的手段 就能与天神宗大汉激战 真不知道全盛时期 该是何等恐怖 很快 双方就激战了上百招 哈哈哈哈 终于完成了 就在这时 淡淡突然大笑起来 只见他身形突然后退 而在天神宗大汉四周 忽然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名文 这是一座大阵 之前淡淡大呼小叫 左蹦右跳 原来暗中在布置阵法 现在阵法终于完成 嗡 阵法发光 天地间 浮现出九块巨大的龟壳 龟壳发光 镇压天神宗大汉的天地八方 给我破 天神宗大汉大喝 一剑斩出 斩在一块龟壳上 但龟壳只是一阵 并没有被破开 脚步点 动手 拼命了啊 淡淡大叫 张口一吐 一团混沌之光出现 混沌之中 在演化世界 这一次 淡淡突出的世界虚影 极为真实 里面明文交织 居然形成了各种生灵 向着天神宗大汉 镇压而去 啾啾 泡泡叫着 爪子连灰 在天神宗大汉身体周围 突然出现一个透明泡泡 将天神宗大汉笼罩在其中 这个泡泡 与之前的出现的透明泡泡明显不同 这个透明泡泡上面 有一只时空灵鼠虚影 在环绕 仰天长笑 破 破 破 天神宗大汉 似乎感受到危机 疯狂大吼 剑气爆发 想要破开龟壳盾牌 卡擦 卡擦 其中一块龟壳 出现了裂缝 而后炸裂开来 给我报 给本座报 给老子报 淡淡大吼 空 空 淡淡吐出的世界虚影 猛然炸裂开来 同时 泡泡的那个透明泡泡 也炸裂开来 可怕的能量 将那一片疆域都湮灭了 化为黑漆漆的一团 恐怖的毁灭风暴 四散爆发 那个地方 如一个黑洞一般 淡淡和泡泡的身体 被毁灭风暴远远的冲飞了出去 陆明连忙冲出 接住了淡淡和泡泡 此时 淡淡和泡泡 气息极为虚弱 浑身暗淡无光 啾啾 泡泡有气无力的叫着 身体卷缩在一起 居然陷入了昏迷 泡泡 陆明心里一痛 陆明 我和小不点 燃烧精血本源 损失惨重啊 恐怕需要沉睡一段时间 等我们醒来 你可要准备灵药啊 大把的灵药 淡淡说着 也陷入了昏迷 放心 陆明低语 将淡淡和泡泡 收集了山河土 空 前方 爆炸依然 足足过了半响 才平静下来 一个身影 出现在空中 天神踪大汗 他居然还未死 只是此刻 他无比凄惨 浑身破破烂烂 伤口大大小小 布满了全身 鲜血直流 他的气息 萎靡到极点 身上 勉强有一层真元 笼罩住他 让他立于空中 啊 该死 该死啊 天神踪大汗怒吼 太惨了 他太惨了 他本来就中了 无头真龙骑士的诅咒之力 修为倒退 迟迟难以复原 刚才又被淡淡和泡泡 联手重创 伤上加伤 本源大伤 以后就算他恢复了 恐怕修为都会倒退 而且永远难以提升 他的怒火 仿佛能燃烧半边天 沙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道冰冷的沙机 笼罩住他 陆明沙来了 混沌领域雏形 裹着龙文剑 向着他斩来 当 天神宗大汉 举起手中的长剑 挡在身前 龙文剑 斩在他的长剑上 让他身体大震 身体如一颗炮弹一般 飞了出去 口中鲜血狂喷 现在 他完全不是陆明的对手 杀 陆明爆喝 杀向对方 陆明 今日就饶你一命 天神宗大汉 怒吼一声 转身就跑 哪里走 陆明施展风圆树 向着天神宗大汉追去 天神宗大汉 化身一道剑光 速度快的惊人 几乎是穿越空间而行 陆明已定风珠的力量帮助 施展风圆树 一时间 居然都赶不上 第1389章 阵域悲惨快的下落 两人一追一逃 消失在这里 不过 天神宗大汉 想要甩开陆明 也是不可能 而且 随着时间的过去 陆明与天神宗大汉 之间的距离 在拉近 天神宗大汉 毕竟遭受到重创 此时又在拼命逃跑 伤势加重 速度 自然越来越慢 不行 这样下去 迟早要被这小子追上 现在我身受重伤 实力百不存一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天神宗大汉脑海转着念头 思索着脱身之侧 后方 陆明目光冰冷 身上笼罩着青色的光辉 急速地向着天神宗大汉追去 天神宗大汉 他必杀 他之所以遭遇到神须大陆群所有高手的追杀 全都是天神宗大汉所为 千世传出陆明有混元令牌 可安然进入神须核心的消息 然后又假传消息 说龙神骨被灭 让神须大陆群的强者对陆明没有顾忌 全力追捕陆明 后面 在陆明设计坑杀了神须大陆群大量强者的时候 天神宗大汉又出手通袭 重创了刺身 现在连淡淡和泡泡都陷入昏迷 陆明可谓损失惨重 而且 以天神宗大汉所作所为 如果不将之击杀 以后定会疯狂的报复陆明 神荒大陆 他的亲人朋友都将危险 所以 陆明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将天神宗大汉击杀 以除后患 两人的距离 再慢慢的拉近 不行 这样下去不行 只有拼一把了 天神宗大汉 眼中闪过狠辣之色 忽然掉转方向 向着东边飞去 那是 神虚古城的方向 陆明目光一动 本来 他之前选择的地址 就在神虚大陆中部 距离神虚古城不远 这样才能同时等到 四大神功的强者出现 此人 难道想借助神虚古城的传颂阵 逃回原路天神宗 陆明猜测 事实上 就是如此 天神宗大汉 此时已经顾不得伤势 他要借助传颂阵 逃回天神宗 只要返回天神宗 他就安全了 将来伤势恢复 他定然要返回神虚大陆群 将陆明的亲朋好友 斩尽杀绝 将神荒大陆彻底覆灭 天神宗大汉 闪过阴冷的光芒 不会让你得逞的 陆明目光坚定 定风珠有更多的力量涌入 陆明将风源数施展到极致 速度又更快了一分 与天神宗大汉的距离 在拉近 快快 天神宗大汉心里大吼 竭尽全力逃跑 不久 前方一座巨大的古城 出现在他们眼前 抓抓 两人一前一后 冲进了神虚古城 那是什么 浩墙的波动 那是皇者 好厉害 到底是谁 神虚古城中 有些强者被惊动了 震惊地看着天空 前方 三十六座天刚风 遥遥在望 到了 快到了 天神宗大汉 闪烁着西季的光芒 力量 给我来 此时 陆明怒喝一声 定风珠中 一股更强的力量 涌入陆明体内 陆明身体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 定风珠 蕴含的力量很强 涌入太多的力量 陆明根本承受不了 被这股力量冲伤 但由此 陆明的速度也大增 突然加快 临近天神宗大汉 刷 龙文剑 向着天神宗大汉 暴展而下 不好 天神宗大汉大惊 连忙转身挥剑抵挡 当 天神宗大汉被击飞出去 口中鲜血狂喷 镇压 陆明头顶 镇玉杯血脉浮现 陆明化身镇玉杯 向着天神宗大汉镇压而下 空 天神宗大汉被镇玉杯撞中 身体如陨石一般 重重地砸了下去 将一座天刚风都砸得炸裂开来 身体都差点裂开 镇玉杯 你怎么也有镇玉杯 这是血脉 不对 是镇玉杯残快 天神宗大汉挣扎得起身 看着陆明的镇玉杯血脉 不可思议地大叫 空 陆明懒得理会他 镇玉杯再度镇压而下 这一次 差一点将天神宗大汉镇死 天神宗大汉 极其虚弱 手中的长剑 都飞了出去 已经没有抵抗之力 饶命 饶命 天神宗大汉惊恐地大叫 饶命 之前你要杀我的时候 下手可是毫不留情 若非我运气好 已经死了 镇玉杯中 传出露鸣冷漠的声音 镇玉杯震动 骑上 散发出冰冷的杀鸡 欲要在一次镇压而下 彻底解决天神宗大汉 等一下 陆明 你觉醒的是镇玉杯血脉 若是得到镇玉杯的本体 将如虎添翼 天神宗大汉忽然大叫 你知道镇玉杯本体 镇玉杯的杀鸡一顿 传出陆明的声音 见陆明一动 天神宗大汉心里大喜 道不错 相传镇玉杯在久远的过去 被人击碎了 化为数块 散落天地各方 我知道一块镇玉杯残块 就在天神宗之内 天神宗 陆明心里一阵 不错 只要你答应放过我 我回到天神宗 定然想办法帮你道出镇玉杯残块 天神大汉叫道 不过心里 却在孕育着阴谋 呵呵 你以为 我会相信你 镇玉杯残块 这种宝物 天神宗定然严加保护 以你的修为 在天神宗 定然不是什么高层 岂能拿到镇玉杯残块 当我这么好忽悠 就算天神宗真有镇玉杯残块 将来 我也会自己去取 所以 你还是去死吧 陆明冰冷的声音传出 就要动手击杀天神宗大汉 嗡 就在这时 高空之中 那久坐古老的祭坛 突然有一座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陆明心里一阵 祭坛散发光芒 说明 有原路大宗的人要过来了 现在 不是距离与原路大宗两年之约 还有半个月吗 难道是原路大宗的提前过来 嗡 在第一座祭坛亮起光芒的时候 第二座祭坛 也紧接着亮起 然后 便是第三座 一共三座祭坛 亮起光芒 随后空间之门出现 三座祭坛中 各自出现了两个身影 天神宗的人 陆明目光一明 其中一座祭坛上 其中一人 陆明认识 乃是一个白发老者 正是当初筛选弟子 见过的那个天神宗的白发老者 在白发老者身后 跟着一个没有见过的青年 第1390张元路天交恐怖的战力 接着陆明的目光 转向其他两座祭坛 龙神谷 还有天羽魔宗 陆明眼睛一亮 其中一座祭坛上 出现的正是上次来过神戌大陆 龙神谷的那个中年大汉 他身后 也跟着一个青年 而第三座祭坛 则是两个天羽魔宗的强者 都是为中年模样 只是 只是 救我啊 这个陆明 要杀我 一看到天神宗的白发老者 天神宗大汉狂喜 疯狂地大叫起来 仿佛找到了救星 天神宗大汉一叫 己方的人 齐齐向着陆明他们看了过来 什么 陆明 好大的胆子 天神宗白发老者反应过来 一声大喝 杀 与此同时 震欲悲一阵 向着天神宗大汉 镇压而下 赤不宜迟 袁陆大宗 居然提前到来 出乎陆明的预料 但天神宗大汉 他必杀 所以陆明直接就动手了 干脆 果决 不 不 你 天神宗大汉绝望的大叫 他没想到 在看到天神宗白发老者到来之后 陆明居然还有如此胆子 居然还敢对他出手 轰 震欲悲不停 震压而下 天神宗大汉 四分五裂 形神俱灭 大胆 找死 上空 传出一声冰冷的爆喝 天神宗白发老者身上 弥漫出一股可怕到极点的气息 这股气息之强 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那个大汉 陆明在其面前 宛如蝼蚁 碰 在这股压力下 陆明居然难以保持 震欲悲的形态 直接崩溃开来 陆明的本体出现 脸色苍白 差点一口鲜血喷出 你想干什么 当我龙神谷的弟子好欺负吗 滚 正当陆明要承受不住的时候 一声大喝响起 龙神谷的大汉大喝一声 一股不弱于白发老者的气息 爆发而出 将白发老者的气息阻拦 陆明这才感觉身上一轻 压力消失 固有的长呼一口气 他心里很是凝重 强太强了 不管是天神棕白发老者 还是龙神谷的中年大汉 都太强了 超出了陆明不知道多少 陆明现在在神须大陆群 看似很强 但与原路的高手一比 就差了不知道多少 他感觉 天神棕白发老者 还有龙神谷的中年大汉 想要杀他 翻手就可以解决 你要挡我 这个小畜生 当我的面 杀我天神宗的人 必须要死 白发老者 冷漠的看向龙神谷大汉 必须要死 可笑 有我在此 看你怎么杀 龙神谷中年大汉 目光紧紧的盯着白发老者 你这是存心和我天神宗作对 白发老者脸色阴沉 龙神谷大汉 嘴角挂着冷笑 杀 突然 白发老者动了 向着陆鸣杀来 就知道你会出手偷袭 龙神谷中年大汉 跟着出手 一拳轰向白发老者 轰 两人对了一招 天地轰隆隆作响 不过两人都将力量凝缩 并没有散发出去 不然 神须古城 都要危险 要打 上去打 那我就先杀你 龙神谷大汉和天神宗白发老者 冲入高空之中 展开激烈交锋 呼 就在这时 高空之中 传来一阵可怕的压力 一道可怕的掌力 向着陆鸣压去 是那个天神宗的青年 此时 他突然出手了 对陆鸣展开了攻击 轰 陆鸣想也不想 对着天空 轰出一拳 当拳头与掌印相交的时候 陆鸣脸色一变 只感觉一股股力量 连绵不绝的向着他涌来 陆鸣身体大震之下 连连后退 抓 陆鸣前面 一道身影降落 是天神宗的那个青年 饺子 凭你至尊的修为 能接我一掌 不错 但刚才那一掌 我不过用出了三成的功力 再接一掌试试 天神宗青年 又一掌 向着陆鸣轰来 这一掌的威力 比上一掌更强了一大截 陆鸣脸色凝重 将一身力量施展到极致 施展正欲天宫 混沌领域雏形覆盖拳头 轰出一拳 轰 拳头 第二次与掌印相交 如上次一样 陆鸣感觉一股难以抵挡的力量 向着他涌来 他的身体不由的连连倒退 怎么会这么强 陆鸣心里震动 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 他看得的分明 对方的境界 并不是强的离谱 五皇二重 而且是五皇二重前期 这个级别 若是神戌大陆群的舞者 他随意都能击杀 但现在 他除了混沌翻天印 没有施展出来 已经用出了权力 却依然不是对方的对手 而且 他感觉 对方根本没有用出权力 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陆鸣估计 就算是他用出混沌翻天印 都未必能奈何的了对方 对方的战力 太强了 难道 对方是天神宗的天骄人物 陆鸣心里 浮现出种种猜测 有意思 能接我第二掌 那第三掌呢 天神宗青年 连续两掌 都没有击杀陆鸣 颇绝脸上无光 脸色冷了下来 他身上的气息更强了 在这里装模作样 有本事与我一战 此时 一声大喝 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 突然出现在天神宗青年身后 向着天神宗青年轰去 天神宗青年 脸色一变 故不得对付陆鸣 转身与魁梧青年站在一起 那个魁梧青年 正是跟随龙神古大汉一起来的那个青年 两人站在一起 难分胜负 浩强的实力 陆鸣眼中 露出一丝震惊 龙神古的魁梧青年 修为与天神宗的青年差不多 都是五皇二重前妻 但战力 却异常的惊人 陆鸣感觉 神戌大陆群有些差点的五皇四重 都不是这两人的对手 原路 果然不简单啊 陆鸣心里感叹 眼中 露出更强的期待 毫无疑问 原路强者如云 远非神戌大陆群可比 这让陆鸣期待 而如今 陆鸣更是知道 天神宗 极有可能有一块鎮玉杯残块 这让陆鸣更加期待 他有种感觉 若是凑齐鎮玉杯残块 鎮玉杯血脉 定然能发生惊人的变化 双方的大战 激烈无比 但战力相当 一时间 难分胜负